大家好,我是小白 我们今天来聊一聊白蓝复制流的牌组,如何组成 我们想要组一套牌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有下面两种情况 一种就是在网上面或者是在对战的时候 或者是在视频的时候,对吧 看到别人用了一套牌,觉得那套牌不错 那么我们也就想用一下 那么这种情况呢 基本上就是网上面那些大神的牌组 直接复制粘贴就OK了 那么我这边讲的呢 基本上就是第二种情况了 也就是说我们在平时开卡包的时候 会开到一些有意思的牌 然后呢,突然就特别想用,对吧 那么这种时候呢 我们就会就一张牌或者是几张牌 然后呢,我们是想去组一套牌组 那么我这边的主要就是分享 这一类的这种组牌的思路啊 那么我最近的是沉迷于复制流啊 基本上就是把那张可以复制的结界 塞到各种牌组里面去试试看 看看效果好不好 那么我们就先从最简单的白蓝的复制流来看一下 首先自然就是这个复制的结界啊 这个结界肯定是需要的嘛 那么它的功能呢 实际上就是说你如果是使用一个单体的 不管是法术也好 还是结界也好 反正只要是单体的 目标生物或者是神器就可以被复制啊 而且它还有一个非常好的效果 就是说如果它是一个传奇生物的话 那么复制出来的复制物 它并不是传奇生物 也就是说两个可以同时在场啊 那么这么一个效果呢 就给了我很多很神奇的思路啊 那么我们首先就看单体的一些法术或者结界 那么我这边呢主要是以结界为主啊 当然了这套牌实际上对于结界还是法术 要求并不是很高啊 就是说你可以把这些结界也都换成法术啊 那么这里的三张结界是需要介绍一下 首先就是实战研究啊 实战研究的话实际上就是摸牌嘛 手牌还是很重要的 然后呢就是拉培音的指导 拉培音的指导 它实际上这张牌的好处就是说 首先就是它就是一费的啊 然后呢就是它可以以二费加一白 从坟场释放 也就是说这张结界 只要你的坟地没有被别人清啊 那么你就可以一直用下去了 然后屁护玉栏呢 它主要是用来防御的 它有flash 然后呢它不单单可以给结辅的生物加一加一啊 而且呢它还可以登场的时候 给这个生物加上一个辟邪 那么也是可以保护你的关键牌 不被别人打掉 对吧 这是一张保护性的牌 那么为什么这边只带九张单体的结界呢 是因为复制术的这个结界 虽然说它是需要单体的这种咒术的 但是呢大家也知道出去打的时候 还是要靠生物的嘛 对吧 所以说单体的咒术如果带的太多的话呢 那么你摸到生物的牌的概率呢 就会降低啊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生物啊 生物这边呢 我主要也是以低肺为主啊 上面的单体咒术之所以带三张结界的原因啊 就是因为我这边带了一张魅之子 那么如果你自己来组牌的时候 不带魅之子的话 那么实际上上面的单体咒术 你是可以把它换成法术或者是瞬间的 只是一个思路而已 那么像油灯和猫虎呢 有两个好处 就是说它们一开始可以当生物用 然后呢 即使是它们死掉了以后 它们也可以成为一个结界继续来用啊 那么也是一个单体结界 也是可以激发出复制术结界的功能的 那么选择油灯呢 主要就是因为它低肺以及它的飞行啊 然后选择猫虎呢 自然就是它的摸牌了嘛 对吧 然后就是爱德林啊 爱德林的话实际上就是根据复制术结界的 它里面的一个功能 也就是说即使是传奇 它被复制的话呢 也是可以同时在场的 那么爱德林如果被复制的话呢 你每次攻击的话 就会有多个小兵出现嘛 这样的话呢 你的小兵的数量就会变多 那么也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种情况 那么这套牌大家可以看得出啊 实际上主要还是以复制爱德林为主 相对来说是比较有针对性的啊 当然了 因为只是一张传奇牌嘛 所以说打不出想要效果的可能性也是比较大的 当然了 这边只是介绍一个思路 那么最后一个画图 虽然说它是一个无废的结界 但是它的功能还是比较强的 我带着它最主要的一个功能 就是因为它可以让你摸牌 这套牌的思路呢 还是可以让自己尽量的多摸牌 好 生物上完以后呢 我又顺便带了几张控牌 除了报场以外 另外两个控的都是结界 那么这个呢 也是和妹之子是有关系的 结界越多 妹之子可以加的 公家的房也就越多嘛 那么你说我不带控行不行 实际上你要是不带控的话 这套牌你怎么看也不像是初期牌嘛 所以说你在中期或者后期 遇到别人比较厉害的 杀伤力比较大的生物的时候呢 如果说你没有控牌 可能会比较困难一点 特别是你带了复制术 这张结界的这种复制流 首先这张结界就是四费 也不算是一张非常初期的牌了嘛 对吧 好 那么这样的组牌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啊 整套牌子不同费数的这个分布 是二最多 对吧 一和三 第二 然后呢 后面就是高费牌 那么这么组有一个好处啊 就是说不太容易打不出牌 因为基本上都是一费两费嘛 也就是说你即使是在卡地牌的情况下 那么基本上你也可以出掉大部分的牌 那么剩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牌类型啊 虽然说这边看上去生物只有九个 但实际上妹之子和画图 它也是算作一个生物的嘛 对吧 所以说呢 它还是要再加六的 也就是说九加六得十五嘛 虽然说对于六十张的牌组 里面有二十四张的地牌 那么剩下三十六张的牌 里面十五张生物实际上并不算多啊 但是因为我这边还是带了八张的空牌啊 所以说即使是初期摸不到生物的话 问题也并不是很大 那么这样子是不是就有一套牌组了呢 实际上并不是啊 我们这边只是一个思路 然后呢 这套牌虽然说是可以组出来 但是呢 这套牌到底好不好用 或者是说里面有一些什么问题 我们只有在具体的去使用以后才会发现啊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这套牌 在实际应用当中会遇到一些什么问题啊 我们就来看看这套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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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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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